据网友线报 他们说Coco有一家新电影的电影员 找得很帅 让我一定要去看一看 我们这不就来了吗 这一家Tricko树岸 它这个室内的环境也不错 我一进来一直在搜索 哪一个是帅哥 哪一个是帅哥 是这个吗 这一家菜单 这一家应该是属于吃那种西式减餐 我们两个就点了 他们一个268的双人菜 你们看这个奥利沃花布贝也太可爱了吧 我还选了一个蒜香鸡翅 这是一个安格斯雪花牛排 派芒辛虾沙拉 两杯这种果茶 哦 谢谢 那个鸡排芝士肉酱焗饭 哇 你们看看这个芝士 热气腾的芝士 拉丝的感觉 可以上棋我们开动 我们今天就是像这边这些 加着两杯喝的是268块 花布饼是我单独点的 咖啡 好有圣诞氛围有吗 拖起来还是热乎乎的 刚才也说这个奥利沃花布饼要趁热吃 我们先吃一个这个吧 奶油上面放了一整块的奥利沃饼干 都挤满挤的一口奶油下去 他们还有一些巧克力酸 嗯 这个下面是草莓的 华夫饼应该本身就是奥利奥可味的 我看它里面是有颜色的 我这杯果茶叫做巴伦妹妹 甜的小糖粉粉的颜色 跟我今天衣服是不是很搭 尝一下这个安格斯牛排 粉粉的还有这种颜色的分层 沾点这个酱汁 外面一层焦褐色 越往中间越红 这个见面色做的确实看起来还蛮有食欲的 它中间搭配的是一个黑椒酱 我觉得不沾酱也蛮好吃的 早吃我选的是个饭汤集中吃 如果你们喜欢吃什么下午茶 现在它其实还可以选一些蛋糕什么的 我们今天吃它们这个双人餐 它可以选择那个范围还蛮广的 就选项很多 我觉得这里还是比较好的 这一勺之下却谁不迷糊 好吃 肉饭好吃 它上面是一层厚厚的芝士 就盖在那个米饭上面 你看我这种香肠 按肉饭也有芝士 有肉炸 还有鸡排 还有香肠 现在你塞进几口 超级超级满足 但我都忘记吃这个沙绿了 看一眼它这个虾仁这些看起来是比较新鲜 比较大颗的 芒果块吃的也够大 阿滤中只要你食材新鲜 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今天这家体验感真的还蛮好的 就它们的东西摆盘很精致 但味道真的不差 它是开在coco一个比较安静的角落 然后这环境还蛮不错 我觉得在这边吃个棒吃什么还是蛮好的 本期的分享体验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 那么问题来了 是它吗 还是它